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毕竟是长远的事情 那我们就说一个短的 那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那这趟的行程我几次遇到一对老夫妇 我们之前也做过节目 就他跟我提了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聊了多次之后 老爷子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个我真后悔把女儿送去美国 我说那你为什么当时又要送呢 他就看了一眼 老太婆想要送的吗 说美国好嘛 那这二十年送过去的时候 那才二十岁的小姑娘 现在都三十九了 这个年纪蛮大 在那边结婚了 而且还没有孩子 所以他们并不愿意回北京 所以在外面一待 你看我都已经回来了 他是三个月了 现在上次联系 几天前他还在青海呢 还没到 我说你怎么不想 不想这个北京上海的房子吗 你不想家吗 他说回去有啥用 看着这个家里都 就这个装瓦 还不如在外面 我还喜欢睡在车上 所以就是这么说 当时啊 说生女儿好 还可以捡一个儿子 没想到最后连女儿都丢了 老爷子越说越生气 说来看要老太婆 都是老太婆 就是有一点埋怨的意思 那我们知道这个 当时宋主席是正确的 但现在呢 最后我想说出 引出一句话 那这个老阿姨就跟我这么说 她说这个小女儿 你这个每天看中美关系 她说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 这个未来十年的时间 这个中国会超过美国 到时候我女儿回来就有希望 那十年之后我想老夫妻应该有 差不多就得有七十岁了 其实他们是特别想要有人照顾 他们的退休金可以去养老院 但是他们想要 至少有一个娃在身边 能够看到自己 用咱们中国话说个不好听的 就叫有人送终吧 那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她的这个落脚点说 这个咱们中国有没有十年 可能超过美国 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然后老爷子就说了 你想这么多干嘛 想一想两个人就不再说话了 为什么呢 他们家娃到现在还没有娃呢 40岁了 后面的话 现在可能也没有想要娃的 这么个意思 所以我就跟大家介绍 这么一个家庭 挺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就 往后面聊 就是说到这个美国最近这一段时间面临的这个风暴 那这个风暴我觉得可能跟大家想法差不多 就是还远没有结束呢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在1929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次大萧条 美国实际上受伤非常的惨重 那惨重到什么程度呢 在危机爆发了一小段时间之后 就开始有人跳楼 甚至一 股灾一发生就跳楼了嘛 真正最严重的是之后的大萧条 就是有股灾引发的这个经济严重衰退 我们称之为大萧条嘛 The Great Depression 这个大萧条啊 后期表现就是严重严重的失业 这失业率太高了之后就很多人跳楼 跳楼最多的时候 一共数字是到27000人啊 这已经超过一般的 比如说911也才死2900多人 那这个几乎是那时候的十倍了 所以可见这个经济衰退 实际上跟这个自然灾害一样 有时候都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伤害的 对人群对国家来说也是啊 那这一次我们看啊 这个美国的爆发的这个事情 我想对于整个西方世界 对于美国来说 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那对于中国来说啊 中间受创了一段时间 现在也没有康复过来 但是我们这一步是说 就是光说这个西方美国嘛 那美国的这次危机 看起来表面上没有1929年那么厉害 没有这个 但是我觉得它康复的时间 可能要更长 因为它危机 之前是没有全球化的 1929年那啥时候 铁路里程是多少呀 这个铁路能跑多快呀 飞机能有多少架呀 对不对 没有什么全球性的公司 都是区域性的 包括美欧一体化 那也都没有 没有这些 也没有北约 也没有这些东西 那所以的话 美国的问题 只能美国自己承担 虽然后欧洲也受到波及 但是毕竟跟现在不一样 跟我们比如说08年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这一次的这个情况 相比29年 我们觉得应该说 如果是要美国自己来承受的话 如果它不能通过美元这个强权 我们知道美元 特别是今年以来贬值还是挺厉害的 那如果没有美国这么在全球根植的这几十号国家的追随 没有美元的霸权体系 那我想它这一次可能会比大小小更长 那就算有那又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说这个就可以 就会轻很多呢 我觉得从总体的打击量上来讲 可能是跟1912年差不多 但是从时间和短时间的烈度来讲 肯定没有当时强 因为我们看到至少在三月份股灾之后 这已经反弹 道指又重新回到了三万点 还创出了新高 但是这个只能证明啊 它可能把危机拖后了 就像在疫情里面说 把这个曲线压平一样 就是一下子别死那么多人 你慢慢死 经济出问题啊 你别一下出问题 你慢慢出问题 或者说让更多的国家 拉更多的国家进来 一起慢慢承受 那这就是可能是转移风险 转移危机造成了这个股票又重新上涨啊 造成表面上实际上失业没有这么严重 但实际上啊 就就算没这么严重 现在的什么黑命贵这些 包括贫富分化这些问题 实际上的这个失业已经很重了 只不过说相比1929年吧 那现在这么重的失业 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说 比如说美国的很多富人 已经开始跨州移动 我听美国的朋友说起的 就是跨州移动了 就是往这个更加安定的 有一些富人区啊 那它还是更加安定的 往这些地方走 当然跨国移动的还不多 它能去哪呢 这个欧洲也是也是一样的 那还有一些其他数据 比如说房车的销量也激增 在二三月份 这个疫情要来的时候 包括之后也在上涨 就说明什么呢 大家都想隔绝起来 都觉得这个美国是有问题 这是民间自己富人 相对有条件的人都已经这样 都这样觉得认为 包括枪支的购买 也是这么样一个结果 好 那在这么样一种环境下面 可能冲击量是跟1929年是平行的情况下面 它只是把这个曲线压低了情况下面 所以我们就是说啊 这个美国的精英阶层 它应该是要想 这就转到我们第二部分说 是想要跟中国合作的 所以才会不断的去想办法 有没有作弊这个事情 我就不深入卷入说 但是这个就是我前面的判断 还是为 有朋友说 那你还为不维持说川普 这个拜登能够赢啊 我说我不但维持 而且我觉得美国精英阶层 还是会继续想办法 包括我原来说 拜登能赢的这个注脚 就是中美还是得合作这个事情 我是说了几个月的 对不对 不是说现在说 哪怕是斗得最凶的时候 我都一直在说 中美还是要保持一个低度的合作 至少低度合作是要的 就很简单的事情 你要想真正的 刚才提到的这前半部分 你要想压低这个曲线 你怎么才能做得到呢 那当然需要中国这样的这个做法 比如说我们这举个例子 我们说靠越南这样的国家 行不行 像印度啊 墨西哥呀 他们的生产 能不能说满足西方圣诞节啊 普通亚马逊的这个胃口呢 我觉得难度很大 比如我们举其中一个例子 越南我们知道 它转移了中国很多工厂过去 这也是事实 但它的GDP体量才多少呢 百分之0.29 就是这样世界GDP的百分之0.29 是中国的五十分之一 中国大概是百分之十五吧 百分之十五 美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实际上并没有替代方案 那如果想要度过这个危机啊 在很多方面就必须要有一个低度的合作 所以川普那一手 打的那一手牌 美国也好 西方的金银城也好 我觉得他们都是不认可的 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 想尽一切办法 以他们的这种角度去挽救美国 当然了 这个很多朋友肯定不认可 那以前这老一套 他们金实在是这个数位参使啊 事情做的不多 然后年纪又大 也就感觉上老太隆忠了 没什么意思 然后实际上也是他们造成了 美国这个阶层这么严重分裂 他们也是罪魁祸首 至少是之一 甚至是主要罪魁祸首 还不如让川普当 还不如让跟中国狠斗一下 再重新洗牌 这其实也是一套解决方案 这其实也是一套解决方案 我们只是说这套方案的烈度更大 我们前面说军事冲突来得太早 不合适 中美冲突才刚刚开始 它要有一个几十年的这个过程 就我们80后90后 包括00后 我们在未来的人生余下的阶段 都会围绕中美关系进行 这个所以我布局还是很早的 我14年15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下半生呢 就中美关系 所以说如果这时候就打一架 那后面看吧 那后面就战后重建呗 对不对 太早了进行战争不合适 所以我们就接着聊 不单说拜登可能这个当选 这个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 那我更加强烈的说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说他能当选的这个原因 我们就把它说一下 就现在这个中国说要加入CPTT 这不是CPTPP 这个前身我们知道都是TPP 就是奥巴马时期的 就把中国排除在外 也绕开世贸组织 然后建立一套贸易体系 然后西方国家带着他自己的盟友 然后带着自己喜欢的小伙伴 但就是不带中国玩 其实这也是打击中国的一种办法 所以很多朋友的理解 觉得川普的打击 我觉得只是味道更浓烈一点 但实际上的话 我觉得TPP如果说那么做的话 虽然说老派了一点 但实际上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那中国说要加入进去 现在西方还没有说有一个 特别是什么 老大哥美国现在情况不明显 这个川普也没有认输 然后这个参议院的这个也在争夺 同时呢拜登现在也没有 还没到1月20号 还没有到就认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方便说 没有法律效应 没有法理效应 所以他也没提这个事情 但中国很明显 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施压 因为刚刚签完这个RECP 那这个RECP有点意思 这RECP的话 实际上日本已经在里面了 那日本在里面之后 这个CPTPP本身也是日本主导 因为美国退出来了吧 日本就给美国留了一道后门之后 自己就开始主导做这个事情 但是他在两边 这两个协议里面 应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话 其实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讲的话 也是他不可能亡亡全全追随 他只可能说 我在核心问题上面 我当然是要听你的 因为我的核心利益 我的核心小辫子 在你美国手上 那我核心的国家政策 肯定还是要听你美国 但是在很多的一些边角的问题上 如果你考虑的不是很多 那我能抓多少核心利益 就抓多少核心利益 所以就这么做 那日本的这么一个做法 我们看那接下来做的话 实际上如果中国加入进来 这两个协议都加入进来 那中日都在里面 那很明显这个实际上就会 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西方的话 实际上就有一定的挖解程度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这个就是美国西方 这个西方国家的盟友 中间是五眼联盟 加上以色列一些少数的国家 那一共的肯定是十个不到 六七个七八个 然后在外面一圈是日韩方向东北亚 然后在欧洲方向 特别是西欧方向 东欧因为有一些是俄罗斯 像乌克兰是俄罗斯的这边的传统的势力范围 所以是欧洲方向第二圈程 第三个圈程是印度 巴西 越南 这些方向 那他们呢 这个 除了五眼联盟最核心这个圈之外 外面大家 都是想着 自己的利益 还是 还是会去这么去想 好 那我们这 就 再看 这个中国实际上是没有盟友的 这个 我就没有把巴铁跟朝鲜放进来 放进来也没意义 对不对 俄罗斯 地方大一点 但是块头大一点 中亚 中东啊 有一些 甚至北非的一些 一些参与 但是 力量还是很小 但是我们看到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是吧 这有点太大了 就是这容易 特别容易瓦解 特别特别容易瓦解 好 那我们就说回来 那中日都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 美国现在要不要进来 特别是CPTPP 就以前的时候 这个是美国主导 然后退 川普退群之后 那日本毕竟还是留了一个后门 那这问题就是 我现在认为 不单说拜登要 要要要当选 而且我觉得呀 这个美国的这个 加入这个 CPTPP的可能性 变得越来越大 特别是 拜登上来之后 如果他不加入 他延续川普的政策 那美国将会 面临更加艰难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第一段说的 就是你怎么压低这个曲线 因为这明显是一次 量级堪比大萧条的 这种冲击 对于西方社会来说 难道你希望说 有这么多人去跳楼吗 当然这一次没有人跳楼 这一次是街头抗议 打砸抢烧 搞这一套东西 美丽的风景线 搞这一套东西 但实际上对社会的冲击 相比 因为每一次危机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肯定是有差异的 不是说只有跳楼才是危机 上街游行不停的搞 搞个一年半载 五年十年 这不是大危机是什么的 但是如果跟中国全面合作 就可以避免 相当程度的避免这个事情 至少在短期避免这个事情 当然在长期 又给中国缓了几年 中国又可以缓一口气 但是他们其实会在其他方面 做动作 比如像孟晚舟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也是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里 还是会这么去做 就是美国也有可能加入 可能性非常大 加入这个 CPTPP 然后我们 再 说一下其他方向的 为什么美国要加入进来 就我前面上一集提到 但是没有重点展开 就这个世界的收入 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 我们看 中国现在的脱贫 说是2020年要完成 那我到中西部地区 其实他们的生活 还是很艰难 当然相比他们以前的生活 那是好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说 你要跟北京上海比 那还是差距非常大 这已经是全球扶贫事业 做得最好 这个不得不承认 是不是 就我们说 这个中国已经做得最好 也就是这个水平 但实际上世界 还有很多地方跟国家 还处在非常饥饿 非常贫困的状态 比如我们说 这个联合国 这个应该说 世界卫生组织吧 他发了一个数据 就是全球还有6亿多人 是这些年都处在饥饿状态 这一次疫情来之后 这个人群应该会上升到 超过8亿人 那这个数据是什么 全球10%的人口 处在一个非常饥饿的状态 就没有东西吃 实际上这是一个分配的问题 就是他的交通设施没有到 你的存储方式不到位 你就算给了他粮食 他也存在腐败的问题 存在各方面没有问题 比如说很简单 我举国内的例子 国内不是说要推行营养仓吗 为什么很多时候做不起来 就是你这个国家的钱 不外出本来也不多 对不对 不多的情况下 他就勉强只够娃喝一个奶 但是你这个勉强够喝 就是整个环节不能有任何的一点赏失 不能有任何的贪污腐败行为 甚至很多官员 很多地方政府还要倒贴这个钱 但是谁会来贴这个钱 所以最后搞成什么 很多的奶都是变质的奶 很多的营养食品是变质的 这个还有变质的到位 但是对于一些很饥饿的地方 因为比中国还要差劲 基础设施还不如中国 你到的时候连变质的都没得喝 就是这个东西就像以前的 10年提到20年的扶贫款一样 说是有 实际上到你最后就没有 这是一个分配的问题 这个分配的问题怎么解决 实际上的话 我们不当要考虑中美的斗争 还要考虑 还要考虑这个世界 还有二三十亿人 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可怕的 这种贫困现象 他的生活水平 比欧洲跟美国要差两三百倍 差两三百倍 那如果说中美这么继续斗下去 不单说中美两个国家 中国现在科技水平 事实上是倒退的 我们只是感觉不明显 因为5G推进不了 你那个基站的芯片 估计就马上就要断粮了 就不够了 5G的手机芯片也要不够了 你用美国的这个 整个推进速度就是不够快的 不够快 这就是没有达到预期 那不就是相当于像倒退一样 这就不单是中美要倒退 全世界还有二三十亿人 他们的生活水平 在本身就已经不好的情况下面 还要面临倒退 那这是什么情况呀 那我们人类就这么糟糕 日子就一天过得比一天差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吗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是一个巨大的抓手 因为社会总是在往前走 它总是有一个超级的推动力 因为我们 我天天看中美关系 看了五六年的时间 所以我更是了解 我们在所有观测 所有中美关系的时候 都没有考虑最穷人 这二三十亿人 他们实际上也是地球的一份子 实际上人数并不少 这已经是接近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口 那有的朋友会说 有的人捉啊 你像一些伊斯兰教的 你像中东一些国家 有很多教派的问题 你不是中美想搞 就能够把它搞得赢 这只不过说我们说的是一个机会 何况还有一些地方 它就没这个问题 比如说缅甸 对吧 这个问题的话 它如果说中美斗得很 非要缅甸站队 实际上缅甸就很难发展得起来 怎么样发展最快呢 就是中美一起合作 你抛弃意识形态 然后缅甸 该跟美国合作的 跟美国合作 该跟中国合作 跟中国合作 缅甸五六千万人口呢 对不对 能够迅速的 把它的生活水平拉上来 包括像印度尼西亚 人口非常的庞大 那他的这个生活水平也是很低的 除了亚迈加 亚迈加达 不是亚迈加达 亚迈加达稍微强脸之外 其他的地方 很多偏脸的地方 是非常之贫穷的 很多都读不了书 没有钱读书 都出来做慵懒的 那这是一个巨大的抓手 所以我在很早以前的时候 我会写一个 在微信里面 或者文字留言 我会下个FF 就是其中就是叫什么 就是自由嘛 Full Freedom 就是为了自由 我以前我觉得 我是一个自由斗士 但后来的话 我现在我结尾的时候 我已经把FF改成EF 这个E是什么意思 这个E 是这个博爱的意思 这个F是fail 这博爱这个词 我一下忘了 它好像是一个法语的词 来自于法语文集的 所以我觉得光自由 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在两年前的时候 很多朋友有看我朋友圈 或者你去给我社区看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一年多两年前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FF Full Freedom 改成了这个EF 就是我们要想的 这个什么问题呢 其实都我没那么高尚 我只是觉得世界趋势在这里 就是博爱这个词啊 也是来自于西方的 来自于这个核心圈 法国的 来自于法语的 然后还有一个fail 就是公平 平等 美国这次这个事情 不是其实也是来源于 平等公平的问题吗 所以说我在考虑 中美关系的时候 咱们有没有说有一些新思维 新思路 因为我看了多年 所以我就把今天这个特地 这个新思维新思路 跟大家分享 就我们要不要考虑 这后面二三十一轮的这个 这个问题 是吧 这是一个新的角度 那老的角度 就是我前面说的 那中美你自己想不想过得好 特别是美国自己 你想不想把前面 这个接近于跟大萧条 差不多的这个情况 你现在是转移给了更多的盟友国家 甚至说自己的小弟 但是他们会一直服气吗 中国会不会拉拢他们 把你这个核心圈成瓦解呢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 是不是 那这些的话 我相信美国的战略圈 美国的精英阶层是想到了这些 所以他非要找一个 我觉得确实 我觉得拜登不咋地 真不咋地 你说这个 我刚刚开始说的那个老爷子说的 说你看新疆西藏 因为我们当时被困住了 因为喀什的疫情 说你看这些光源的水平 那个县长水平 不如我 不如在座的各位 然后那个老阿姨就呛他 你会啥呀 你这个 你会溜须拍马吗 那老爷子马上说 我这个还真不会 我这个还真不会 蛮有意思 我们说回来 其实也差不多说完了 差不多说完了 这个我们总结一下吧 我们刚开始说了这个 就是刚刚这个小故事 就是这个小故事 就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20年的沧海商田 他们其实特别想要女儿回来 但是已经彻底西化了 也不会听他们的 能打个电话就不错了 就是有时候打电话来 老阿姨就挺开心 有几天没联系的时候 因为待一起时间总是碰到嘛 他就一不开心 就是女儿好几天没联系 好多好长时间没联系 就会不开心 然后我们说这个中国 有没有可能超过美国呢 十年的时间 我估计悬 这个我觉得斗争会长时间难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呢 后面我们提到 这个美国这次遇到的危机 能够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能撕裂成这么大 我们不得不说 这一次实际上他对社会的冲击 跟大萧条是一样的 但是借助于长久的这个积累 美元的这个霸权体系还在 包括军事体系还在 盟友还在 所以他还是转移了相当部分的 这个影响力 但是你不能长久受到冲击 那么美国精英层 他当然想至少再回到以前 全球化的相当的这个角度上去的时候 不能仅仅只依靠像印度啊 越南他们这种生产能力 那美欧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 以前的这种 锦衣玉食的这种生活呢 他们都好日子都过久了嘛 那在冰箱里 家里买东西都是不眨眼睛的 都是这么便宜的 都是中国货 你说这怎么恢复呢 要想压力这个曲线 至少需要一个时间呢 至少需要一个拜登来过渡 所以说至少有一个拜登的过渡 也好过说直接就 变成了这种 升级为军事对抗 因为这样对全人类的话是 就我们说的第二点 对全人类是没有进步冲突 你没有合作 你形成一个就算是什么 双方科技不往来 双方说要打仗 然后不断地提升各自科技水平 这也是一种震荡的竞争 但是如果过早爆发战争 就没有意思 就没有用 你双方科技没什么 那大家一起跟着受苦 那后面这几十亿人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说 我就跟大家说了这个博爱这个词 我在博爱跟平等这个词 我在一年多两年前 我已经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光自由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 对吧 很多朋友一直问我的 这个FF什么意思 for freedom 然后我们还提了一下什么呢 提了一下这个圈 这个我们其实算是说了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西方这个瓦解的这个顺序 如果美国他不迅速地恢复的话 他就是在吃老本 吃老本迟早会吃完 你这个美元的体系 能够一直用下去吗 能够用多长时间呢 能够管多久呢 这都是巨大的问号跟疑问 你得有一边花钱 你得一边挣钱 要不然家底总是会掏光的 所以这个圈能不能保得住 能不能更长时间保得住 是在于这一次拜登当选 最好能够更加顺利的当选 最好能够迅速地加入这个CPTPP 最好能够迅速地这个化解 跟中国直接的这种对抗 转为排底下 或者说更加这个有一个低度合作 甚至中等程度的合作 等待美国康复 好的 那我们这集内容 大概就聊到这里了 好的 党对文中如山 God bless America